想問主席 就是說現在有業者 就是爆料是冒充台灣彈 是農業部指使 農業部他也說這是誤解實質轉型 不過現在也被打臉說 其實早在2019年就有兩張的公文 就是說這個業彈是要標明原產處 它這算不算是政府帶頭篡改這個標示呢 那同樣的這個問題 就是說今天的關鍵是為什麼 這個農業部要特別的去指示 這個廠商要標這個台灣 是不是他們本來就知道這個彈的品質本來就有問題 其實我那天在台東的一個記者會也講 人家說一夜知秋 這個是一彈知秋 從這個彈就知道當前的民進黨有多糟糕 怎麼會搞成這個樣子 從頭到尾沒有一件聽起來是合理的 一人公司資本額50萬 然後可以標那個幾億的生意 然後沒有他停業還沒復業 政府就跟他簽約 政府可以跟一個還在停業的公司簽約嗎 然後政府買了一億四千萬顆進來彈 到底報費要有多少 我現在看數字都多不容 有時候五千四百萬的 有時候六千萬 到底報費了多少 然後剩下蛋到底跑去哪裡 我們這個國家什麼都講不清楚 那些進口一億四千萬 報費了多少 在哪裡報費 有沒有看到 然後有多少留到市面 到底留到哪裡去 多久了 這個政府完全沒有記錄 一定有的 為什麼不敢拿出來 一定有問題 所以我直接就挑戰賴清德 那你不是執政團隊的議員嗎 你要不要出來講話 你要不要順便自己組個調查團自己去調查 結果我現在看到是這樣 陳吉仲跟林聰賢下台 今天不是明天要去立委員做專案報告嗎 現在也不用 還是隨便找個替死鬼去擋住就好 我跟你講 這種 有時候我也很生氣 你今天當前民進黨跟什麼畫上等號 貪污啊 雞蛋貪污 光電貪污 疫苗貪污 口罩貪污 每條都貪什麼 搞什麼鬼啊 你賴清德作為執政的議員 這些事情你都不知道 那你要跟我說這個跟你無關 你都不知道 我聽說 新調流合鬥 台灣絕對不好了 就是那個關羽川改標示的部分 這個是對的嗎 叫農業部自己出來解釋 是非對錯大家很清楚 就出來解釋 當時鐘 你們以上 很清楚 人時候 都沒有 勞力 之情 有一生 一生 一生 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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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沒有啦 其實就是要代表全國農民 就是要代表全國農民 感謝各位對農民的照顧 那也拜託大家繼續支持農業部好不好 再次感謝各位 謝謝部長 我們再次有講謝謝部長 讓請部長先回座 謝謝我們農業部審議中部長 我們先請部長在這位區先入座 不會覺得在這裡有任何的委屈 我對所有七年多來 針對我個人的 視視而非或者是抹黑造謠的 我都認為這個不會比我 為台灣偉大的農民做事還重要 我們只想做更多可以幫助農漁民的 這七年多來 每一天都充滿了鬥志 充滿了正面能量 因為我們可以幫台灣農漁民做很多事情 不只不會委屈 而且我會為所有農業部門 包括農業部的同仁 所有台灣農業部門農漁民各通路 各農漁會各團體 可以共同合作做出這麼績效 我深感為傲 接下來可能去哪裡 有什麼樣的規劃 接下來去哪裡 我來自中興大學 所以今天結束以後 我明天就回到學校 那我覺得學校是我本來就是 非常喜歡的工作的地方 因為我做了很多的研究 各位可能忘了我是學者了吧 我發表了很多氣候變遷的國際期刊 我的指導老師是跟高爾一起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我們做了很多氣候變遷的研究 那個是我最喜愛的工作 那我還可以回去好好的教書 我教的都是非常艱深的數學 包括像這種高等數 高等統計 但是我非常喜愛 所以我希望回中興大學 我可以扮演好 我該做的老師的研究跟教學的工作 當然還有一個服務 這個服務呢 我要特別跟所有的農漁民 跟所有的農業團體報告 各位放心 你們不會因為我走而孤單 我一定是在 我該協助為這一塊土地 為所有的農漁民 該站出來的時候 我絕對會站出來 我絕對會力挺所有農業部門 所有做正面的事情 所有農漁業部門之後 如果有遭受到任何不該遭受到專業以外的這一些的攻擊 我是教授了 我絕對會為各位來捍衛 剛剛這個文燦 服務員長他有出來 他說說 他是覺得前方做得不錯 至少要把他買到零價的蛋 那委員長看你這次怎樣 我想這次進口蛋的爭議有三個重點 第一個有沒有土地特定廠商 第二個農委會對於整個產銷供應上 有沒有浪費的一個狀況 那第三個當然就是衍生現在大家會擔心的食安問題 那當時的時空背景 國內在缺蛋的時候 農委會大概有兩個方式 第一個就是回歸市場機制 讓市場自行去解決 那台灣一天需要的蛋大概是2400萬顆左右 那目前當時一天的缺口大概是200萬到300萬左右 所以這是一種方法 另一種方法是透過專案進口 那當然這個就會有相關的這個蛋價 還有跟蛋農之間甚至這個相關市場調節的一個問題 陳其中昨天在記者會說到 這個有不肖廠商來囤蛋 但是我們知道這個相關的雞蛋進口 它必須有冷鏈保存的條件 跟相關的這個置放的一個空間 那如果農委會連這些哪一些廠商有這樣的能力 誰囤蛋都沒有辦法去找到的話 這有失職失察跟失能的一個情形 這也是大家為什麼那麼生氣 再來陳其中在這一場這個請辭大戲中 拖了兩天 在昨天早上來附民進黨團 來跟這個執政黨的立法院黨團報告之後 隨即下午開完記者會就來請辭 其實這是一個非常負責任的一個做法 為什麼這樣講 陳其中選在禮拜五立法院專案報告的前兩天來請辭 明天來去生效 這個不是迴避民意監督是什麼 這個就是標準的藐視國會 黨議凌駕民意 迴避民意的監督 我們認為這個是非常不可取 如果說你今天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務官 你應該來國會正面對決之後 再來做你的政治責任跟政治動作 那選擇在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要來做華麗的轉身 甚至延伸到 是不是有民進黨內部的一個派系 林聰賢新潮流的問題 雖然現在雙雙請辭 但是明顯可以看得出來 是為賴清德的選情在直選 為綠營的施政不利在做 這個最後的這個 最後的直選齁 所以我必須要重申 陳吉仲部長本人的去留 大家並不是最關心的事情 我們大家關心的是食品安全的問題 雞蛋的流向 過去一旦到底有沒有流入哪一些 團散業者 加工食品廠 甚至現在連烘培業者都來去受到波及 有沒有流到學校的營養午餐 有沒有流到國軍 有沒有在這些相關團散業者 甚至是夜市攤商使用到 那其實這個進一步跟萊豬一樣 已經造成了 因為政府的不作為 造成了民眾對食安的恐慌 對消費市場的一個破壞性的影響 我覺得在這個時間做這樣的政治動作 第一個 對立法院是充分不尊重 也是藐視國會 藐視民意 迴避民意的監督 這並不是一個負責任的做法 所以我們希望行政院陳建仁院長 還有鄭文燦副院長 不要再掩耳盜鈴了 民眾的入口如果你們聽不到 我想2024會有民眾會給你們教訓